今在生命电视台 回到刚才所讲的 这样子让自己的道心能够坚固 同时多度众生 多方广度众生 所以广度众生我们本身自己要采取主动 这也是师父在课堂上一直跟大家提醒的 自己主动一点 不要等着人家上门 同时也不要等着人家上门的时候 还拒人千里 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也是一个很不恰当的一个事情 不能主动 已经 不太应该了 然后人家找上门的时候 还拒人千里 那更是不应该 所以菩萨界里面 他们有谈到 正求财者正求法者 你都必须要适当的给予 给予施舍给予帮助 这个才是应该一个菩萨的一个作为 那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 不太有人说 他会主动的去找上门 不太有这种情况 大部分都是 你自己要去主动去找 那现在我们要主动 其实也不太难 网路上随便 很多啊 很多很多很多 但是 随我们的能力去做 我们能力做得到的事情 你也不要做到说 自己弄到最后没饭吃 那也不见得是适当 弄到家里面的人怨声 适宅 那这样子也不太假当 所以随自己的能力 能够做 去做 做多做少 有的时候还是其次 是我们本身自己 能不能培养出那份的 那份的用心 希望自己将来福报大一点 将来自己的富贵力 好一点 但是自己又不主动的 去做这些事情 你说你要等待何时何日 大家都有机会去台北车站 为什么苏尔举台北车站 因为台北车站那边很多 就是你从东西南北 那些门口出来的时候 就好几个就在旁边 然后拿着一个 一个那个什么泡面的碗 然后里面还放着一个石头 因为那个泡面碗很轻 他放一个石头 因为他怕被风吹走 放一个碗在那里 当我们走过去的时候 你也可以跟他擦身无过 反正就是四肉五毒 当你走过去的时候 你也可以从口袋里面 掏出一把零钱 当你走过去的时候 你也可以对他此事以彼 当你走过去的时候 也可以跟他讲讨厌 你都可以有各种的心情 但是当这些 这些情境出现在你的跟前的时候 就在你的眼前 当你这样子擦身而过 这种情境就在你旁边 你走过去 你要用什么样的心情 去对待 对待自己的戒体好了 我们不要说对待众生 就对待你本身你自己的戒体 当初自己发起的那种 好耀的那种菩提心 菩提心生起之后 然后看到这些人在地上爬 或者是说 他这样子跟你这样纠缠不清的时候 追着你跑 我们心里面到底产生什么样的一种心情 所以有很多种的方式 你可以提供给他 你也可以很多种的心情提供给你自己 那不是你不给就不对 而是说 我们怎么做才能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所以出门 出门在外 身上随时 随时放一些 零钱 很实在 身上放一点零钱坐公车方便 其实坐公车方便也对 有的时候人家刚好身上没有带零钱 你帮他投 也很好 这样也很好 总而言之 我们身上放一点钱 就算你自己没有不时秩序 但是当你遇到别人 有不时秩序的时候 至少你不会口袋空空的 不会啊 尤其当一个在家居士 更是有迫切性的一个需要 而且 是不是常常在提说 你不要被动 这世界上我们看起来好像台湾 好像是很富裕 但是台湾还是有不少人需要我们的帮助 那当我们帮助对方的时候 我们不要觉得说 怎么样 不要有这种优越感 不要有优越感 这个是 不太恰当的这种心态 不要说我给得起 好像我给你就是一定 就是你一定要怎么样 这种心情也必须要去破除 好那后面说呢 多度众生雇 这个是我们本身自己受的菩萨戒 尤其当自己愿意发起菩提心 自己认为有菩萨性的时候 自己要多方面的去主动帮助 关怀一些我们值得去 我们不要说是值得了 就是我们应该要主动去关心的一些人士 好那同时呢 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当一个菩萨 要能够不惜生命 这里所谓的不惜生命 就是说万一遇到特殊的情况 我可以牺牲自己的性命 要有这种勇气 那菩萨经里面也谈到 菩萨经里面谈到空性 不是只有谈到空性 他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这个射身该折给众生的时候 我们菩萨必须要用一种心情 刚好趁着我身体这块肉新鲜 赶快给众生 要不然的话将来这个射身也是腐烂 也是臭烂 所以菩萨遇到众生需要的时候 他可以恶化不说 所以我们在看待有一些东西 一些那个世尊的一些过去本身里面 什么舍身弑虎 歌肉威因 这些种种的事情 我们看起来也许可以从精神面来看 但是实际上可不可能发生 有的时候真的发生的时候 我们不能说只有想说 这个都是在谈他的一个精神面 没有 不一定是在谈精神 有的时候是精神跟肉体是可以合在一起的 所以不是只有说 这个都是在谈一些那个什么 菩萨的一个精神 未必如此 未必如此 你像龙树菩萨就是 龙树菩萨就是 国王的儿子要他 要他自我了结 龙树菩萨他也恶化不说 有时候偶好啊 随手折起一片树叶就这样子啊 就这样子 那菩萨怎么可以自杀 人家那时候 人家那时候的死 不是你想的那个自杀 人家不是郁郁寡欢 然后想要去寻死 人家才不是这样子 人家是应众生的要求 所以我们有没有这种勇气 同时我们当然要牺牲的时候 也要想一想 有没有这个必要 你不能听到师父这样子讲的时候 我叫你去世 你真的去世 你怎么有说话呢 这样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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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牺牲身边也要有一个 比较恰当的一种菩萨的心情 那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世民菩萨修行大圣 这个才是实际在修学大圣 而不是只有光说我发愿 但是不去落实实践 所以修行叫做什么 修行叫做什么 实践 我们梁皇法会的时候 跟大家谈过 奉行教法 公行实践 善心相续 终于念头相续 善心相续令成得累 所以必须要发菩提心 然后必须要付出行动 这个才是大圣的行为 所以这时候告诉三生 你除了发心之外 你还要去做 不是只有光发心 所以菩萨的总性从哪里来呢 菩萨性从哪里来 除了发心就是去实践 那我们现在也是一样 既然想要学佛 有一段过程叫做菩萨道 我们现在是学佛 但是这段过程叫菩萨道的时候 是必须要多去努力的 那既然是行菩萨道 能够修学智慧的 求知欲 一定要有 能够主动去帮助人家的 也要有 这个都是在培养自己的悲心 培养自己的福德质量 培养自己的一种智慧 所以一定要有这种心情 关于建立菩萨性 菩萨的一个特质 那必须要有 前面的那个 我们之前第八页谈到的 必须要有师 要有师 师在为师里面呢 是令心造作的意思 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 起心动念 先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我们上一次谈到说 对于师的一个 这个作用呢 大概分成 哪三种 审议 决定 动发 第一个时间呢 先思考 思考完之后再决定 决定之后再推动 那这三个 产生作用之后呢 才有所谓的欲 所以欲之前 必然有师 必须要有造作 内心的造作 推动成欲 欲之后呢 才决定一个目标 所以这是菩提性 菩萨性的一个建立 那这三师当中呢 对照三页 星期二的课有谈过 还记得吗 你不能算说刚好三个 三页刚好三种 审议 决定 动发 刚好是生口语 不是 审议跟决定呢 这是属于异业 东发师呢 是属于口业 跟生业 所以当我们在造作 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 必然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那这种过程可快可慢 快呢 不用一秒钟 慢呢 可能我们会思考很久 当然这个都是 一个人的一些习惯 或者是说 面对不同的境界呢 思考的事情 或许会针对 不同的情况 情节 会产生快或慢 那在这样的一个 迅速变化的过程 其实是 我们很难 只会说是变得很慢 那要不然的话 通常都会 是顺着息息再转变 好 那这里用分析的方式 或者分解的方式呢 让大家知道说 菩萨性的一个建立 必须要有欲的心所 或者是说师的心所 这样子的一个菩萨性呢 才会建立起来 那建立起来之后 就必须要有誓愿 所以后面呢 开始会谈到 有关于誓愿的 相续下来的一些 相关的事情 接下来我们要看 讲义的第九页 我们上一堂呢 上一堂课 谈到的是第二段 我们再从前面念一下 三男子求大智慧 这个求大智慧呢 是建立在先发菩提心 先发菩提心 先有誓愿心 接下来就必要 次就是求大智慧 既然发了菩提心 就一定要获得智慧 这样子两者建立起来呢 基本条件才叫做菩萨 要有菩提心 必须要求大智慧 所以这大智慧 不是普通人的智慧 是佛的智慧 不是身文原觉 或者全圣菩萨的智慧 是成就佛道的智慧 这样子才叫做菩萨 那欲知一切法 真实故 一切诸法 那为什么要知道呢 因为要解决生死轮回 就必须要知道解脱因 那必须要知道解脱因呢 必然要了解 真实的实相 所以后面说 这一切法的真实相 真实故 大庄严故 这大庄严呢 之前有跟大家谈到 这是指浮慧 这两种庄严 那同时呢 必须要让自己的心坚固 让自己的心意坚定 那心意要怎么才算坚定呢 也就是起胜解力 起胜解力 或者起胜解心 那这种胜解力 胜解心 到底要怎么建立才算是有胜解心 或者胜解力呢 一般来讲的话 大概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 实信 再来呢 实柱 实行 实回向 那圣解力大概是在第七个信心 大概第七个信心 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白板上面的 第六个 第六个 到达第六个的时候呢 这时候已经拒足证件 或者是说不起邪见 如果说要谈巨族圣见的话 那大概 恐怕还有一点距离 那原则上呢 已经不会起邪见 那什么样的情况下 不会起邪见这种作用呢 也就是说 当我们遇到任何处境的时候 我们对三宝是具有 相当完备的信心 不会因为人家的几句话 就动摇我们的信心 也不会因为我们遭遇到人世间的 困顿或者不顺遂的事情 开始就求神问谱 或者走一些特殊的一些管道 然后寻求解决的方法 所以 以这样子的一个言行来看 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本身自己 有没有进入实信的第六信 那如果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 遇到难题 遇到难关的时候 我们回过头 去跟一般所谓的 还没有学佛的人 一样去拔杯的话 那表示 你肯定是在第六信后面 我们的学习就是这样子 所以 我们本身自己的学习情况 在经论里面是分析的很清楚 到什么样的情况 你不会再做什么事情 到什么样的情况 你不会再做什么事情 所以一旦起圣解力的话 第一个 不太可能起邪见 或者是说 不会起邪见 但是 会不会造非法业 会 道理之道 但是 在行为上 有的时候 做不到 那这时候 要到什么时候 才能够做得到呢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那个 第二个 为不退 入实信中 第七柱 不退二胜 所以如果说 我们今天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前面的实信已经具足了 接下来第二个 什么叫做 不退二胜呢 也就是说 我们不会再 生起那种 只想自立 不立他的这种 心情 不会有这种心念 所以 这个是 很容易看得到的 那我们现在 会不会有这种心情 会不会有这种念头 说 算了 我不要帮他的 会 那由此可见 因为 前面的第六性 都可能还没有 所以 那这个后面 更不用讲 所以 这个是 更困难 接下来呢 第三正不退 这是入出地的菩萨以上 这体正的阶位呢 体正的空性 不会 不会改变的 缘起实相的道理呢 已经看到一部分 已经看到一部分的曙光 所以 对这份的方向呢 决定性呢 已经是 很清楚方向 好 那第四个呢 行不退 为八地以上 以 有为 无为 皆能行故 有为就是有生灭的 无为就是不生不灭的 所以 有为呢 是缘起的 无为呢 是 极静的 就是这样 那这个在 为世的语词 或者在壮观的语词上呢 会有一点不太一样 那总而言之呢 有为 就是有造作 有生灭的 缘起的 缘起 就是有生灭的 那无为呢 就是极静的 不生不灭的 必定空极的 那反过来呢 离开有为 没有无为的存在 离开无为 也没有有为的存在 这两者呢 是一体两面 也就是说 空不离开有 有不离开空 这就是我们经常在读心经里面 所谈到的一句话 射不亦空 空不亦射 射几是空 空几是射 这样子大概的一个道理 好 所以一开始见面 善生提出来的问题 世尊给善生的回答 是算简单的 还是困难的 是困难的 而且是直接 切入佛法的核心 所以不是简单的事情 而且直接了当 跟三生讲 你不应该 或者是说 你先慢慢来 你先慢慢 先受皈依 然后再来受五切 然后学习三十七道品 没有 这个地方呢 世尊直接跟三生讲 你见面 我现在跟你讲 你就是要当菩萨 你不要跟我当僧文 你就是这样 就是这么直接 因为前面已经开始讲了 就是要建立菩萨性 好 那我们接着看后面 那要让心意坚固 必须起圣解 那起圣解呢 就必须要到 性之后 六性之后 这样子的意志力呢 才不会改变 好 那这时候 因为信心坚固 所以呢 想 有想要多度众生 多度众生 就是多方面的 寻找各种方法 然后是普遍性的 那我们现在 我们就可以审查 我们自己 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一种性格 是不是要谈性格 性格其实就是菩萨性 就是菩萨性 包括前面之前跟大家讲的 那个求知语也是一样 法门无量试验学 佛道上试验诚 这个都是我们本身自己 该有的一些 一种性格 一种养成 现在或许没有建立 但是 一定要尽可能的去培养 好 那后面呢 不惜生命固 这个不惜生命 当然就是 可以牺牲自己的性命 然后成就众生 那这不是简单的事情 那我们也不要想着说 我现在就要立刻牺牲生命 你不要做这种傻事 我们也不要说 现在我们就要 要为众生牺牲 什么生命之类的 我们现在 以我们现在的情况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是目前 是做不到 但是呢 为别人牺牲一点点睡眠 或者为人家 牺牲一点时间 或者为别人 扛一下责任 或者背一下黑锅 这个我们做得到的事情 我们尽量做 如果前面这边都做不到的话 牺牲生命 不太可能 但是要牺牲的话 也是要有智慧的牺牲 要有智慧的牺牲 不是没有智慧的那种牺牲 所以这种牺牲是要 看情况来做 好 那这四名菩萨修行大圣 这里开始 慢慢的要去学习 菩萨行 后面开始 三男子菩萨有二种 菩萨有两种 一种是退转 会退转的 虽然发的菩提心呢 世尊这个地方呢 跟三人讲 跟大众讲 有没有菩萨性 有 但是有没有菩萨的定性 没有 为什么 因为会退 有些会退 有些不会退 所以这里讲 有些人会退步 会转变 那什么样的情况会转变呢 如果就我们刚才 从前面所看到的 那 信之后 是什么 信不退 再来呢 是未不退 那未不退 是到什么结尾呢 第七柱 第七柱为不退 所以如果说 以我们现在的学习 如果说可以到第七柱的话 我们就不太可能变成升文 但是如果说依目前的情况 省得下 连第六星都还没到的话 那连升文 连沾到边都没有 所以 会退 既然还不到 第六柱 第七柱的话 那自昂而然 我们都有可能 转变成升文 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 虽然已经 受戒 你说 可是那个菩提心 受完戒之后 那个是敬为来记 对啊 敬为来记 那个是在讲 那个发心的 那个种子 是不会消失 是存在的 但是什么时候 再让这个因缘升起呢 不知道 不知道 虽然过去无量节 曾经发过 但是这个东西 一旦又被另外一个强而有力的信念覆盖过之后 我们本身小小的那颗菩提种子呢 它就会隐藏或者是深埋到我们不晓得那个到底有多深的那个脑海里面去了 所以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自然而然呢 我们就尽量都去留意 到底我的心有没有退转 好 所以呢 师尊说 菩萨有两种 一种是发了之后呢 退转 退步 转变 那二者呢 不退 有这两种 那不退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不对转的人他的性格他一定是乐于修善 乐于修善 而且十善五戒呢 这是基本条件 这个是基本的 所以我们可以从我们平常生活举止当中 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我们本身自己 我们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 还是进进出出 还是进一步退三步 我们就自己看着办 那什么样的菩萨不退 他还有一个特征呢 不退转的菩萨会不会犯戒 有四种嘛 如果是信不退的 还会犯戒 所以换言之也就是说 虽然已经得了十信 十信 或者是说已经到了第五柱 可是还有可能犯戒 还有可能 还有可能 所以呢 所以 所以 这个地方大家要厘清一件事情 师父虽然告诉大家说 这个人有可能犯戒 但是你不能用这种标准来看待说 这个人大概已经是到了什么戒位 虽然他犯戒 但是他还是可能到了那个戒位 那个是特殊情况 不是像我们养成习惯的这种习惯性的犯戒 人家那个是在逼不得以强大的一个境界下才会去做出一些颠倒的行为 是他没有办法抵抗的时候才会产生的情况 比方说像阿难尊者 他别受寻的时候呢 遇到摩登前女 因为天色已晚 然后又是受到一个事件上的一种特殊的咒语迷惑的关系 所以这个是特殊的情况下 那像一般我们都不用 我们大概只要稍微有点诱惑 或者是一点境界我们就发作了 那你不能说这样犯戒 也许我还有 我可能还有欺住 虽然我会犯戒 但是我觉得我可能还有欺住 你不要想太多 你不要想那个 那个基本的实贷是不会违犯重大的过失 听的可能还会 但是根本的那个不会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知道 第二个呢是不退转 也就是不退步 那后面说 不退转的菩萨会修 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 他会修 以修三十二项 这里讲以修三十二项呢 这个是呈现出来的果报三十二项 呈现出来的果报三十二项 但是实际上的行为呢 是因为十三页 果报是现在我们的射身嘛 我们一报还是正报 三十二项是属于正报 那个是直接报在我们的射身上的 所以从外表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人到底过去是行善多 还是行善少 这也就是师父经常跟大家讲的 我们自己照照镜子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好事做了多少 大概就可以知道 如果说我们长得真的有点抱歉的话 那真的就要多努力啊 但是 总是已经跟大家讲了 那既然是身体上呢 有点不是说有点啊 很多点需要修补的地方 让我们实善可见 做的都不是很理想 如果实善做的很理想的话 包括眼睛 包括眉毛 包括头发 包括肤色 包括鼻子 眉毛 耳朵 色身 包括身体的味道 包括高矮胖瘦 其实这都有关系 包括一个人的人缘好坏 都有关系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今生的努力 到底有哪一些地方 需要再加强的 哪一个地方有缺陷的 好 那这32项的行程呢 我们在这部经 优婆社界经的后面会谈到 所以我们看一下 注脚的47 47这里说 32项呢 是指32大人项 不是那个大人长大之后的人 不是 这是指说 他是 尊贵的人 尊贵的人 那这样子的人呢 什么样的因缘 才产生32项呢 在我们的讲义 第24页里面会提到 所以 这个部分 我们后面会跟大家讲 什么样的情况 叫做32项 32项到底要怎么修才具备32项 我们不能光只有羡慕而已 当初阿难尊者 他也是非常羡慕 师尊的32项 他本身自己呢 已经非常好看了 所以阿难尊者呢 据说是30项还是31项 已经是非常好看的 但是好看的人 还是想看好看的人 好看的人 还是想看好看的人 因为这样子 跟随佛都出家 好 那这样子的一个 相貌呢 怎么获得 怎么样招感的 这个后面 再跟大家说明 那因为 已经好要开始修13 同时呢 还会有一种现象就是 他会有一种特别的性格 就是 会进一步的修五根五力 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 五根是什么 对 性进念定会 那五力呢 也是性进念定会 一样 那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呢 一个是根 这个是最初开始 像种子一样 发根 生芽 接下来 开始根要扎的生 才能够有力量 风吹来的时候才不会倒 所以这时候 产生力量的时候 那个叫利 根是最初的一个因缘 所以这是 不退转的菩萨呢 他开始会有这样的剩下 就是性呢 他会比较 比较稳定 精进呢 也比较稳定 也就是说 他不太会放逸 偶尔会放逸 但是不太会放逸 那信心也比较具足 不会再怀疑自己说 我到底能不能成佛 我到底怎么样 他到底怎么样 或者是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 信心上不会有出现这种疑惑 所以信心 静就是精进 念呢 就是不会忘 念就是不会忘 那不会忘什么呢 不会忘记自己是什么样的身份 什么样的人 发什么样的心 不会忘记自己的一个本分事 那个叫做念 念叫做不忘为信 那具备念了之后呢 才能够产生定 具备念才能够产生定 所以如果没有念的话 是定力是不太可能产生的 那所以 这一个不退转的菩萨呢 他平常的生活上呢 他有一种稳定性 他会比较冷静 他会比较客观 他也比较不会冲动 或者比较不会感性 做事情呢 在观察上 在处理上呢 比较不容易 做错事情 或者是说 比较不会有一些暴怒的 或者是说 一些比较 那个 贪的一些习气 不太会有这种现象 同时呢 不对转的菩萨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 他的智慧 也比较稳定 看事情 也有他一定的一个理解 不会说是 人家讲什么 然后他就听什么 容易受到别人的一个左右 容易受到别人的一些影响 那有些人是不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 跟左右没有错 但是这种人是属于邪见的 不一定是正见的 有些人你跟他 跟他讲的老半天 他那个坚持 那个己见的那个 看法呢 你就是没有 你就是很难跟他讲 那像这种呢 也是 那个不叫做会 那个不叫做会 或者是说有一种叫做协会 不是学会 是协会 协 协会不是学会 是协会 不正当的智慧 好不好 那这是不退转的一个现象 有这样子的一个稳定情况 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 叫做明不退转 这是真正的一个菩萨 那若未能修 是明退转 什么意思 若未能修呢 也就是刚才前面所讲的 如果不能修十善 五根五粒的话 那这个就是叫做退转 那我们就可以看看自己 到底是能修还是不能修 如果能修的话 那就是一步一步的趋向不退转 如果还有很多不能修的话 那表示 我们可能越修越远 还在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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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退到最后 退到一里 好 那富有二种 还有两种 一种出家 这个都是在诠释菩萨 什么是菩萨 那有一种呢 是出家 现出家像的菩萨 就是像我们一样 我们外现身闻像 内行菩萨行 所以你们就不能说 是不是那个身闻 不是 因为我们都有受菩萨节 我们头上都有点三颗 我们是点在头顶上 我们自己看不到 你们看得到 那你们点的那个是 你们自己看得到 别人也看得到 别人比较不会看得到 你要把它藏起来的话也可以 那总而言之呢 所以菩萨有两种 一种是出家的菩萨 一种是在家的菩萨 那包括从凡夫 的发心 有两种在家跟出家 那到登地的菩萨 也有两种 或者是说不退转的菩萨 也有两种 一种是在家的 一种是出家的 或者一身补处的 比方说佛陀在世的时候 弥勒菩萨 他就是 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就是 一身补处的菩萨 但是现出家像 弥勒菩萨 经典里面有的时候 会谈到弥勒菩萨 有的时候大部分都是 谈到弥勒菩萨 但是这个菩萨不是普通的 菩萨 这已经是 一身补处的菩萨 但是是现生文像 那我们能不能想一想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菩萨像 有哪一位是现出家像 但是是一身补处的菩萨 地藏菩萨 那还有谁 几乎没有了 几乎就是地藏菩萨 因为就是他剃光头而已 没有了 好 所以呢 这样子的一个出家众 有一些呢 他现出家像 但是同时也是一身补处的菩萨 那以现在家具是像的 那就多了 就好多了 好 那 顺便分一下好了 那菩萨 菩萨在家的菩萨也有分两种 一种是 一种是那个 男种 一种是女种 那你们能不能想一想 我们现在普遍看到的像 有哪 有哪几位菩萨是男种 观世音菩萨男种还是女种 没有没有没有 我讲的 师父讲的是在 世尊的那个时候献出来的 他 今年里面讲的 我现在师父讲 今年里面讲的好了 今年里面讲的 好 观世音菩萨是男种 文殊菩萨呢 男种 是年轻的一个小孩子 普遍菩萨呢 男种 文殊菩萨呢 我刚才问过了 还有谁啊 大四世菩萨 是男种啊 在极乐世界都是那个 大丈夫相嘛 所以是男种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看到的菩萨绝大多数 都是男种居多 好 好 那这个部分呢 大家稍微去 留意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第一个呢 是出家相 那第二个呢 是现在家相 这家相的菩萨 那所以呢 就刚才我们 读过的 这样子念到的菩萨呢 绝大多数 现在家相的 大部分都是 菩萨啦 大部分的菩萨 都是现在家相 大部分菩萨 都是现在家相 因为在家有在家做事的一个方便 好 那出家菩萨呢 奉辞八种 这奉辞八种呢 意思就是说 有基本的八种戒 这是必然要遵守的 这是出家菩萨 就是出家种 我们必须要遵守的 有八相 有八条种戒 我们看一下 四十九 比丘誓重 杀 道 淫 妄 这四条呢 这是重罪 这比丘界的重罪 那与菩萨誓重 至战 毁他 还有千 不施法 称 不受毁 说相 是法 这比较严重的 那这里面呢 都必须要包含有一种 就是叫做 蓄意 就是故意的 什么叫做故意的呢 故意自占毁他 故意的 敌毁他人 这种故意的 然后千 不法施呢 不施法 这也是故意的 自己有一些佛法 或者是自己有一些 禅定 禅修的一些方法 或者是知道哪一些经论 但是不教不讲 那称不受毁呢 这个是比较 算是也是有 有意的成份 故意 自己知道犯错 可是呢 人家在勸戒的时候 不听他人的劝告 那说像是法 这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 不知道 讲错了 不知道 不是故意讲错的 是不知道 那另外一种呢 故意讲错的可能性 比较少 故意讲错 如果这个心 大概心态就已经有问题了 人家在勤法 然后你故意把 把那个法 讲错 讲颠倒 那这个 居心就有问题了 那这种 这种属于故意的 蓄意的 那这个大概就是 比较不太好 所以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我们会遇到一种情况 就是人家在勤法的时候呢 他是轻心慢心在勤法 那如果 如果我们知道 他轻心慢心 故意 只是故意反正 就是跟你那个 抬杠而已 那这个我们当然 就可以不用讲 但是我们也不要 去跟他讲一些 那个 不正当的道理 那个也不要 就宁可不要讲 但是也不要 不要因为他 在那里那个 心风作乱 我们就去跟他 故意跟他讲错 这也没有必要 好 那这一部分呢 是针对我们出家 那当然 以在家居士来讲的话 那这一个部分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差不多 那我们看一下 后面 居足 清净 世民不退 这个是针对我们出家众 我们必须要该遵守的 至少有这八 八条众罪 不去违犯 那为什么会说 八众 不讲其他的针法呢 因为初学的菩萨 不管是在家 出家 都会违犯 除非说已经是正果 或者登地的菩萨 那这样的一个菩萨 或者这样子的一个比丘呢 才不会犯戒 那要不然的话 通常都会 通常都会 所以如果说 依为士的一个论法来讲的话 那就是到 不动 善的不动 不动 施家型的那个忍畏 或者是说已经是登地的菩萨 或者是已经正出国的 出国的圣者 那这样子 就不会去犯 违犯一些 重罪或者轻罪 也不太可能 轻的当然还有可能 但是那个都是属于 比较 不是那么严重的事情 好 那以上呢 这八项呢 全部都具足 亲近喔 不是具足违犯 具足违犯的话 那就麻烦了 那这样子的一个 出家 出家的菩萨呢 这样子叫做不退 所以基本的戒呢 要持守好 那在家菩萨呢 奉持六众 这对你们来讲的话 比较 需要注意的是 底下的六个 那我们可以 大概对照一下 前面比丘的 八个跟你们在家的六众 有哪不一样的地方 这六众呢 后面也是一样 会在谈到 所以详细的部分 后面再跟大家讲 那这是在本经的受戒评所明 那一样 前面杀到 邪淫 这里讲淫 跟出家中的邪 跟出家中的淫呢 不太一样 这家菩萨 可以振淫 但是不能邪淫 那这个妄语呢 一样 就是大妄语 所以只有淫 这一条的差别 那前面的四条呢 一样 但是如果说是 后面说失踪过呢 这个就跟出家中的 不太一样 所以在家俱士 容许可以发脾气 出家中 不容许发脾气 尤其 尤其是大发雷霆 大发雷霆 那当然就是不可以 那布施法 千布施法 那个主要是针对佛法 不是指一般的那个 什麽 世间法那种 不是那种 一般是来 一般讲 比较严重的是佛法 佛法像三十七道平 道佛的十八不共法 出家中本来就是应该要教导的 知道应该就要教学的 这个不能不教 所以在家俱士来讲的话 有一条比较特别的就是 说示众过 现在问大家一件事情 什麽叫做示众呢 示众 说示众过 慢慢说 对啊 示众 那七众呢 对啦 好啦 不要再考了 已经讲对了啦 就多了 多了 沙咪沙咪尼跟 四叉摩罗 近人 或者是学法女 好 那这说示众过 在家俱士 有没有说示众 有没有说过 比丘比丘尼 或者在家俱士 彼此之间的过失呢 有没有谈论过呢 有啊 那这样子不是 翻了中介了吗 是啊 这里还是有一个事情 要必须要再 说明的 要有恶心的诋毁 要有恶心 而且是故意的 而且不是事实 所以要有几个 几个条件啊 第一个是你 你心怀恶毒 然后同时呢 你知道 不能讲 但是你讲了 而且 跟事实呢 有出入 那这样子的话 讲了 这一条重罪 就可能成立 那如果 要不然的话呢 没有 没有这几个的话 那就会委份什么呢 没有啦 大妄语 大妄语 那个是 你已经说 你说你已经得禅定 成佛 我那个才是 那个才是 一般没有人 这么敢讲 那敢讲的 都不是普通人 敢讲的 不是普通人 普通人不敢讲 那敢讲的 都不是普通人 那一般 我们都会讲人家 一下下 那这样子讲人家 算事重过吗 算不算重罪 不算 那算什么 清罪 对 对 算两舌 兩舌 其语 二口 那 到底重的 会有什么果报 清的会有什么果报 有的时候 谈论一下果报 自己比较会有一种警戒心 啊 想想的 啊 師父说轻的 轻的没轻 好像在跑了 哈哈哈哈 那这样说两句 没关系 说就快走 我们要去想一下后果 想一下后面的那个严重性 重 可能 重的话 那就是 到地狱 割舌 拔舌地狱去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健保署署署长李柏章医师 健保行动快医通APP 在防疫期间 可以预约疫苗施打 查询疫苗接种的记录 以及快筛跟PCR 检测的结果等功能 疫苗注射接种的记录 有中英文对照的查询功能 更能友善 外国人的利用 另外 健保快医通的虚拟健保卡 可以让我们的居家医疗 眼镜医疗 及视讯诊疗 透过这个虚拟健保卡 让就医更安全更便利 疫情期间 大家要戴口罩 勤洗手 多多使用健保行动快医通APP 让我们的防疫更安全 健保署关心您 十地菩萨的厌惠地菩萨 是四地的菩萨 他精进修习三十七道品 断除了我执法执 在见解上没有愚痴 思想上也没有谬物 心不声碍然 不起春怒 智慧的光 就像火焰一样的赤身 照亮了佛道 所以叫做宴慧的 所以叫做宴慧的 宴慧的 宴慧儀 余瓦大唐巴瓦肉 万乌之宿 沙坚无尼佛 瓦卡塔坚穷 余瓦大唐 铦入大唐 瓦叶 余瓦大唐 瓦彄余瓦 余瓦铦 铦入大唐 瓦应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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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